坐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旁边的是驻美代表 萧美琴他应邀参加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的 院桌会议对谈台湾政策 萧美琴被介绍是台湾驻美大使 看得出美国国会夺挺台湾 萧美琴驻美两年多来第一次在国会参加公开活动 台美关系更让人关注的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八月可能到访台湾 面对同党的总统拜登搬出军方有意见 佩洛西虽然没证实访台 但也强调对台展现支持很重要 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 总统拜登不能阻止同党众议院议长的决定 就在白宫正安排拜习视讯对话前 拜登确诊让习近平打了问候电话 让美中关系出现回闻迹象 一旦佩洛西决定访问台湾 势必冲击美中台 就拜登来讲他觉得刚好碰到他要跟习近平会见 那么可能在美国跟大陆的关系上 会起到一定程度的冲突 美中的较劲已经好几年了 一开始都是说是贸易的竞争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不是 贸易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真正的竞争是外交 国际战略 还有两岸关系 还有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跟话语权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如果真的来的话 当然两岸关系一定非常严峻 陪洛西访台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中国强烈反弹 不只中国外交部反对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撰文 届时解放军战机 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 半飞陪洛西的专机 一起进入台湾 央视也随之发文 祝陪洛西平安 威胁力道非常猛烈 学者认为陪洛西不可能因为中国威吓就打消决定 更何况中国的过激反应也不是第一次 胡锡进曾呛吓美国军机来台就开战 美国军机还真的来了 去年三位美国国会议员就搭美国军机来台 宣布送给台湾疫苗 2020年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次卿的克拉克来台 中国解放军宣布在台海附近实战演殿 甚至放话准备战斗 最后没下文 中国威吓向来七分政治 三分军事 反中派裴洛西的决定 正左右美中关系 怎么迈向下一步 进行完学校安领奶卷采访报道